我是70后 我小时候爷爷奶奶家 应该可能条件还算不错 有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 9寸电视大概就是多大 也就是这么大 但那条街上应该只有两三户 家里边是有电视 81年 中国女排第一次拿五连冠 世界冠军的第一个冠军的时候 我奶奶她们那个院 大概三四十平米 也就是大概挤了就有一百多人 然后盯着一台9寸的小黑白电视 我觉得我人生看过的第一个恐怖 其实是《射雕英雄传》 梅超风一出来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见了鬼了 你知道吗 而且极度逼真 然后我转身嗷了一声 就开始往外跑 然后家里的那个客厅的门 又是关着的 我就一头撞在客厅上了 然后双手还在那拼命地挠 我就特别喜欢玩游戏 而且那个时候 我全部都拿那台电视机 然后接上这个FC的红白机 那当我看到五点多 我爸爸快下班的时候 把游戏机给迅速的 这个从这个黑白电视上 电源拔掉 然后把游戏机给藏起来 它回来之后 它会把游戏机找出来 然后摸一摸那个电源 它是否发烫 如果发烫的话 那就什么都甭说了 又是一顿好打 因为当时在电视信号都不太好 有的时候天线就死活找不到 信号这个画面就变得雪花纹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 会发现有特定的几个人 这些人用手一摸电线 信号就特别的好 一到看电视的时候 就招呼他们过去 然后让他们手扶着 我小时候从来没想过 我现在会上电视 因为我从小到大 都不以好看著称 干电行很忙 不可能天天在家陪父母 所以他们肯定会守着我的节目看 甚至会守着我的广告看 比如说我爸就会说 你一笑起来满脸都是牙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会说他 你生我的时候太不走心了 你知道吗 我妈经常问我 就是你这周都有什么球要说 什么节目 其实我感觉老太太 其实一辈子也没怎么看过体育比赛 可能作为母亲 她就是喜欢看自己儿子在电视上 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还都是习惯了 一起去看电视 一起去看晚会 一起看节目 享受那种家庭的仪式感 要说我会选择什么样的电视的话 那我觉得第一个功能 就一定是鲜薄不占空间 既可以摆在电视机柜上 同时也可以直接挂在墙上 因为你想啊 就是说现在家庭电器 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装修的一个部分了 所以我觉得像索尼电视这样 有设计感的电器我也会优选 我每天给孩子拍照片 有的时候想给这些客人啊 包括给父母啊 来看马晓凡这个好好玩的照片 哭的照片 通过索尼智能电视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 把手机里或相机里的照片 分享到这个大屏幕上去 来供这个家里人来品评啊 回忆啊 这个挺重要的 其实我电脑游戏玩的 已经不是很多了 现在电视上我觉得玩游戏 更加能够让我觉得放松 因为MV游戏 它对于电视的要求配置还是很高的 我会选择用索尼电视加上PS 这样一个组合 然后去玩NBA RK15这样的游戏 看球赛的时候 我觉得对画质的要求 就是特别高的 那现在的电视基本上都是4K 我听说索尼电视 还有一种叫upscale的技术 能够非常大幅度的去提升画质 去带给你非常清晰的那种体验 同样重要的就是音效 因为你观看比赛的时候 你去倾听赛场上的那种呼喊 有的时候在篮球比赛赛场上 能够听到鞋去跟地板摩擦的声音 皮球撞击地板的砰砰声 肌肉相碰的那种声音 就好像你就在现场去看比赛 就好像你坐在底线后面的那种感觉